5点哦 你说你喝了这个泰式汁水多久了 几时开始喝的 2月开始喝咯 今年2月啦 然后之前你是说你有那个Azma气症病啊 气症病是拿那种这样子人家喷了 我是吸的不是喷的 吸的是什么比较严重一点 哦 吸了多久了 我之前是吸了很久了的 哦 我去又去给人家弄了 整年没有什么话咯 哦 就到 之前我又什么咯 又 过新年的时候又开始又有了咯 又有这个Azma啦 然后又开始拿那个东西那个气来吸 我一路都有的 有少少 又有吸一轮咯 没有什么吸的 就是过新年的时候 啊 吸两轮咯 早上一轮晚上一轮咯 哦 如果不吸的话他很多口痰 那你怎么会遇到这个这个水 他们会叫你拿来吸 拿来喝这个水 他也没有跟你讲课了会不会好 有 他们讲气喘很好 哦 OK 试一下咯 试一下咯 就好像很严重一下这样子 我就想不要喝了的 哦 他反而更加严重 哦 我就拿来包咯 喝了一排 我想到 又整身都痛咯 痛 又想到不要喝了的 所以我就再撕一下咯 我女儿又买到那个 这样喷的啊 给他那个口痰刮啊 没有这样容易会气喘咯 我就没有用咯 我就直接喝这个水来试一下咯 哈哈哈哈 这个喝了多久才有效 喝了 我喝了两个多月过后 我总没有吸那个东西咯 没有吸我就继续喝咯 哦 然后就没有发作了 这个呃 我看一个月多了 没有吸过 哦 没有吸就那个那个气喘的那个药了 哇 非常好非常好 好了好了好了 这样子啊 我相信应该就比较 比较 比较开始要断根了的 我不敢讲断根不断根啦 最重要你要继续啦 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啊 你喝的水呢 最重要如果是温的 会比较好一点 我就现在又有喝点温的 尽量少喝咯 没有办法 现在你起大了 一定要比较有规定一点 不能过太过随便来的 因为我们身体啊 人体大的人会比较弱 不过怎样都好啦 也是很谢谢你啦 很开心你 喝泰车子 喝到这样子有这样的效果 啊 OK了好 非常好非常好